做红烧鱼的时候 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煎 今天教你一招 不粘锅不破皮 好吃又入味 在处理鱼的时候 一定要把鱼腹里的黑膜处理干净 这个是鱼腥味的主要来源 然后在鱼身两侧各划上几刀 方便入味 用厨房纸把鱼身表面的水缝擦干 然后再均匀地排上一层淀粉 排上一层淀粉 煎鱼的时候才不容易粘锅 立起来再把多余的淀粉抖掉 想要煎鱼不粘锅 有一口好的炒锅非常重要 最近入手的这款摩卡色 津贴炒锅就非常好用 先把锅烧热 然后再加油 油热以后再下鱼 煎鱼的时候 要把鱼尾和鱼头全部煎到 把一面全部煎至金黄以后 再翻面继续煎另一面 把鱼肉煎得焦一点 烧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把两面全部煎至金黄 加入葱姜蒜干辣椒 再加一勺黄豆酱 一勺豆瓣酱 酱料炒香以后 一次性加过开水 开锅以后 盖上锅盖先炖10分钟 10分钟后 加一勺盐一勺白糖调味 用勺子舀起汤汁 往鱼身上浇 然后盖上锅盖再炖5分钟 最后把里面的小料捡出来 然后转为大火收汁 把汤汁烧浓以后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红烧鱼 吃起来鲜能入味 一点也不柴 喜欢你也动手试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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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